自由市场开启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,没想到最近才是休斯顿火箭的表演时刻。 今下休赛期刚开始,雷霆流注报罗乔治,胡仁德到詹姆斯,牛市补强考新斯一直支球队补强,就是没有火箭队。 如今,火箭队才是最近NBA大新闻的主角,一人续约一人加盟,一人交易,一人离队,火箭莫雷斯不许计划完美无缺。 今下,贾佩拉一直梦想寻找到合同。 但是今年休赛期,中锋的市场一落千丈,火箭和贾佩拉拉致上了近一个月。 不久前终于搞定内线核心之一的持兵卡皇,贾佩拉的试约,也奠定了火箭新赛季的阵容,依然是上赛季的哈登加保罗加贾佩拉标配。 不过,火箭莫雷在搞定卡佩拉的同时,也终于为火箭带来了安东尼。 如今安东尼已经成为自由身,加盟火箭只在官宣承清期过后,微推特已经爆出安东尼正式加盟火箭。 但是中国NBA媒体都没有发文,估计在等火箭官方新闻。 安东尼的加入,是为了弥补火箭手发小前锋阿里加的空缺。 安东尼上赛季在雷霆过得并不愉快,如今连手哈登和保罗也遭到了无数的批评和质疑。 但是莫雷和德安东尼力挺,他安东尼的加入,肯定是我们全队想要的。 去年我们引入克里斯保罗的时候,很多人也同样质疑,结果是最好的证明。 我们需要做的是用成绩推翻所有批评。 在安东尼度过澄清期成为自由球员的时候,无论还爆出火箭和独行侠完成一笔交易。 火箭将把其大陆欧鲁阿库和部分现金交易之独行侠,换来两对2020年的泽伦全秀成户换权。 做这一笔交易,火箭有两个好处,一是在完成这笔交易后火箭将获得一个价值154万美元的交易特例,二是火箭将升掉380多万美金的奢侈税。 火箭一人离堆的消息,相信丘迷都非常熟悉,又是安德森换变成联盟在节奏搞定贾佩拉和安东尼之后,安德森成为火箭莫雷最后的心头大患。 最近有很多留言,安德森换神经刀,JR史密斯,火箭和热货交易,安德森如今,火箭莫雷手头上只剩这一个大麻烦了,一旦搞定安德森的,那么一人去约一人加盟,一人交易,一人离队,火箭莫雷最近四部曲计划完美无缺,这是火箭莫雷在勇士,胡人,雷霆等对交易签约之后细磨满造的良好结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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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